跟港股的现况是一样,没有话题,没有憧憬,没有钱 死场,死场就不会爆炸,没有人在那里,你怎么会爆炸 所以它只会是这样,半死不生,慢慢滚下去 中国做些事会有黑人责,动战狼去交人家,恐吓人家,人家神割 跟着你那些土豪出去了,又在那里亚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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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 参加奥运,上一届游泳不断拿牌,后来被人查到 原来全部都是吃兴奋劑的,又要不认,这些就是黑人责 香港的股市,现在有人关注退股潮,自愿除牌 根据香港交易所的数据,上半年有19家退了 现在亚洲新闻都说,上半年有14家公司宣布即将会退出 其实这两个宣布退出的公司,加上30多家 它涉及的金牙有100多亿美元 所以现在想问一问吧,其实现在这个因素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其实整件事呢,首先大家不要这么恐慌 香港的股市是差的,但是又不是那些宇宙大爆炸 有公司说退市等等各种东西,其实全世界,我所说美股都有不少的 但是大家没有听过那些股票而已,那当然了,你说以前的港股 这些新闻是少的,就是退市,我直接是撤销我那个上市的地位申请是少的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上市公司,大家有没有听过借货上市? 香港股市以前暢旺的时候呢 有人会买个货,就是买一些上市公司 但是他没有什么业务的了,那我就买了你的货出来 然后注入我公司的业务 那就用这个方法去上市 都是一种方式,就是说以前你的上市地位 就是你的货是值钱的 是吧?就是如果大家,你就在Google找借货上市 你可能找到很多新闻 但是,可能很多都是有很多零钱 因为香港的股市呢,那些货已经不值钱很久了 是的,那整件事就是反映了你今天 香港股市的状况 我借货上市,或者我去做一个上市的目标是做什么 任何公司上市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卖股票给投资者 接着拿回现金,去做一些再投资 是的,去自己的业务也好 或者个人事也好 这个就是任何公司上市集资的唯一目标 那你香港的股市的股值 一日难过一日 那我为什么要在你上市呢? 就是我们前几集不停讲那些 那些什么东西 或者是拼多多在美国上市 虽然就拼完美国不行 就被人踢了去英国 英国现在又被人挑战 再不行,他都说想新加坡都不想香港 为什么呢? 你又不是说那些什么中港一家一家 你自己那些企业要出去卖股票泊水 为什么不来香港泊? 是的,香港已经是说 可以了,什么人都收了 其实你港交所的态度都很明显的 因为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那么随其 什么人来都做 不是的,我们看到你那些中国企业 不选择来香港 那为什么呢?很现实 那就是香港,在香港卖股票 我卖不了钱 那为什么在香港卖股票卖不了钱 为什么股值那么差?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那些本身 我们拿着那些来香港上市那些 那些人是废的 那那些人为什么废的 十只有七只都是中国来的 那中国现在不行 之前爆了几间 那些内房那些都死了 然后大家上两三集 我们谈到会不会消到内银 整个中国经济环境非常之差 没有钱去继续消费投资 就算有钱投资的 我宁愿买两厘半博债 我都不去做其他投资 等等各样各样因素 那你的港股的股值 就继续一天差过一天 那越来越少的企业 肯过来你这个场地玩 那就算你有些企业 有十几间的嘛 我看你那个pro有十四间 啊不是 死了 忘了 今年是很少上市公司过来香港上市 但是就算你收得那些 都是那些 没有任何吸引力的股票 那你当那些是赌场 那样就差不多了 一个赌场 你多些客人来 那便有多些桌 多些东西玩 是不是 那反过来的 你多些东西玩 你多些客人来 那现在两个东西一起减 就 短期之内 就不能够 所以 所以 这件事都不是 我在那里 即是言耸听 或者是什么 大家看看IPO的集资 就知道 是吧 或者是 你再 不熟悉金融的 那你就这样看看 那个含指的点数 你便知道 是不是一年低过一年 不是我说的 那些叫 英文里面的世界就是 低高高低低低 就是 那个顶就低过上顶 那个顶就低过上底 那你一个这样的市场 是不会有人想来 呃 这里做IPO做集资 那跟着 你没有了IPO之后 又不只是说交锁死的嘛 是不是 你附近那些 呃 会计师啊 后面那些律师啊 等等各种东西啊 呃 那些投行啊 等等 大家都要吃饭的 是不是 那你没人来 没人来 那就死了 是吧 所以整件事 我想就是反映了 你退市就是 我就是这样 就是退市是要自己付钱的嘛 是不是 就是不是很多 但是你也有些文件要做的嘛 你也要找 一些相关人士跟你搞的嘛 要付钱的嘛 以前就不是的 我上市公司的地位是值钱的 现在就是啊 我宁愿付钱我不要了 就算了 之后不要再犯了 那这个就是 很反映了 我想香港现在那个 隔夜股票市场 那个现况 其实是多么堪裕的 嗯 我见到 他同期的30间廣股 IPO摘支 只有17亿 17亿 所以刚刚提到 14间加19 已经说走了 14间即将要宣布走呢 加上都8几亿了 所以这个比例真是 相差很远的 那现在你刚刚说的股市 其实3年间 香港的股市要过了3万多点 是不是现在跌到1万7 都是1万4到2万 或者这个之间去排回的 所以其实现在 可能大家想着 这个股市的前景 好像你之前说的 姜丝跳姜丝跳 那样 那也有关注 会不会真的一次大爆发 爆发股灾户 就是 首先要 第一个问题先 就是你说有 都有些公司上市 有17亿 17亿我不知道你在说 美金还是港元 我都不记得了 我给个参考数字 是 14亿美金也好些 但是 就这么说 美股 大家很多股票都很熟 这么说 大家现在其中一只 苹果 苹果 最上30天 它每一天的交投量 就是6700万股 OK 那苹果现值 你当是200元一股 那你自己乘一乘的数 就是苹果一天的交投量 已经多过你现在全年IPO上市的项目了 200元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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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没有集资 那你就想想想多差 那你说会不会股灾 呢 其实呢 一个没有人玩的股市是不会股灾的 是啊 可能很素兴 大家会觉得 哎 你为什么想这条标题说 港股就来股灾 那么多些人听 我不做这些标题 我 很现实地告诉大家 美股股灾的机会率发生 是多过港股的 是啊 因为这个是现实 股市的价格 是怎么出来的 股市的价格 就是有人买 有人卖 OK 有购买 有人买 有人买 才会成为一个价格的 OK 例如苹果200元 我就觉得他不值200元 只有198元才买 是啊 有人有198元卖 那我才能成交到的 那股价才会去到198元 OK 那我刚才 说了这么久 就是港股根本就没有人来玩 那怎么会 那股灾 那你要很多人 来玩很暢旺 是吧 那有很多的价格 跟着你才会出现一个 所谓一个股灾 或者一个雪球效应 去令到那个价格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 大幅度 这样下跌 是不是 那如果根本这个场 就没有人来玩死场 那猜猜猜猜 不会猜猜的 你那股糖水滚糖鱼 是 只会是 哦慢慢 你看到 行指的走势 就是慢慢落 慢慢落 有时候又会弹一下 就是炒三中全会 那时候就炒上去 是不是 但是发现哎呀 没有料到 又慢慢落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其实玩来玩去 都剩下 就是剩下那些人 还要慢慢流失 是的 现在那些年轻人 老实说 哪有人炒港股 炒港股我只是听过 他们股旗子的 我没有听过 或者买些红仔 你问心 如果这个节目 我不知道 听着的节目的朋友 你的年龄层是什么 如果你是相对年轻的群 你觉得你熟港股多些 还是熟美股多些 我自己是一个炒港股出身的人 我近年当然去了美股 我今天 其实整个 Lucy跟我谈 有什么题目想说的时候 我都说 没有题目说 所以我们才得到今天这个标题 我都说 那和港股 其实现在是一样的 没有话题 没有憧憬 没有钱 那就是死场 死场 就不会爆炸的 没有人在那里 那你们会爆炸 所以 它只会是这样 就是半死不生 慢慢滑下去 是 那香港的股市 你说死场 那现在美股这边好像很精彩 那样 我们讲一下历史的垃圾时间 所以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 也都是中国现在的新潮语 不过中国的新潮语也很多的 有坦平 有人矿 有维孕 现在又有什么杂事萧潮 那现在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 就是对中国那边的网友讲 那你对香港这边 能不能够可以说 那两个字呢 是不是有点夸张 那样的形容 大家理解一下垃圾时间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 大家最近看奥运 港队拿了两个牌 很开心 垃圾时间是体育术语来的 那形容 例如一场球 类球那样 可能已经 还在打中 但是已经领先太多了 那我们就会叫做垃圾时间 就是说 因为它已经 不影响过胜负 如下的赛事 差距大到这样 那为之垃圾时间 那你说 套用于今天中国 整个社会 政治或者经济 那个 是不是一个垃圾的时间呢 其实都 可以算是 是的 如果你把时间 中共建筑局 不是很久 那 其实 你 你会看到 每个时代 他都有些事情做出来 当然有些事情 衰到没有人有 是不是 那些什么 大悦进 文革 六四屠城 那些衰到没有人有 但是你看到 其实 如果你拉近这个时间 由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之后 其实你每一个 五年十年 其实你会知道 是的 他有些事情在做 在做 由以前的韬光养晦 去到 08年 北京奥运 我想中国的国力 到了一个高峰 他们外交上面 也都 越来越多 我们 说白点 就是那些鬼佬 看在钱份上 乱来鞋底 那时候是这样的 为什么14年余隔的时候 我们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因为全世界仍在 觉得中国很赚钱 不要得罪他 那时候真的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不是19年这样的 为什么14年到19年 会突然这样 就是因为中国经济 在开始 大家发现 不是的 原来我的企业在你那里 没有钱赚 大家就要 数还数 路还路 既然没有钱赚 就说心 就不说金 那说回心 那你中国做些事 有黑人争 你动战狼 去交人 一些恐吓人 人家 人家是神割的 是不是 你那些土豪 出去又在那里 亚之亚之亚之亚 是吧 参加奥运 上届游水 不停拿牌 后来又被人查到 原来是全部吃兴奋劑的 然后又要不认 那这些就是黑人争 那没有办法 有时候黑人争 这些东西 是吧 那你 人有黑人争 国家都有黑人争 那现在就是全世界 那个浪潮 就是 因为大部分都是民主国家 那制度 当然有完善的地方 要 每个制度都有 要改善的地方 那但是一个民主制度 最基本最基本最基本 最基本就是 当 人 集体地觉得一样有黑人争 的时候 那个政府 就一定对他 就很强硬了 OK 现在这个战霸就是中国 那OK 那来到今天 2024年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那你自己又不生性了 那时候搞了个武汉肺炎出来 我不知道你肯定做还是怎样 总而言之就是 第一死了很多人 第二封吃封到自己的经济就倒了 那就搞了那些内地房地产公司 就引爆了那些债务危机 OK了 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你没有钱的了 那 他们还 怎样会对你客气呢 全世界就是 你是一个好像忌安那样黑人争的人 是的 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现在你看到的状况 所以在整个社会 社会就不会改革了 大家不会预计了中国共产党 会做社会改革的 是不是 越改越改越坏 就重新搞大约进出来 现在都似的了 是的 刚刚才有一宗新闻 我看到很好笑的 不过太小的 废话事拿来做标题 比如说比亚迪 就是中国那间电动车公司 他减价减到去泰国 首先 中国车马去泰国已经奇怪了 泰国不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 是不是 那你OK 比亚迪进不了欧洲 给人加关税 那就去泰国 泰国一样减价 接着 现在泰国人吵比亚迪说 你减价 接着就叫泰国政府去查 是的 就说他恶意傾笑 就是有一宗这样的新闻 你想想减价减去泰国 本身在泰国卖车都不会卖得贵 是吧 要减价 那你迟早就连你东盟里面那些盟友都得罪了 就是因为你自己产能过成 我要挖个GDP出来 我就不断做些车出来 我不可以拍在自己中国那里 那便就找些地方外销 卖不去就再减价 但是别人会反抗的嘛 这样的情况下 慢慢你一个一个国家的人得罪 就 现在中国这样的下场 所以你想想 社会没有改革的 经济又 我看不到有什么希望 如果有高人见到有希望的 不妨说我知道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那你整个国家 你说它是历史里面的垃圾时间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 没有夸张到 没意思的 其实你这段历史 就是看到它慢慢叉下去 如果有意思那些是什么呢 我们突然间 你这个人民币突然贬值两成 那段时间有意思了 我们要拿走垃圾时间 这个字 但是环体怎么看也好 我不觉得 这些这样的所谓的意思呢 是向好的方面发展 对 就是向中国好的方面发展 它只会是 有些变数出来 就是例如它不知道 突然之间突然凸发一条筋 我们现在玩人民币贬值五成 明天开始那种 但是你幻想到的 那件事是一定不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 因为你想不到任何路径 就是现在我们好像 那个 大家有没有看Marvels 就是那个Dr. Strange的嘛 就是奇异博士 是不是这样译 它就是可以计算到有多少个可能性的 它现在呢 我们就是这样做沙盘推演 有一亿个可能性 两亿个可能性 你看到有多少个是好的 我想全世界都是这样估计的 我看不到你 好 那你有黑人生活 那只不然有小人帮你 那小人帮你 就是现在就更加差了 就是你讲回 那些泰国是比较 收入指数比较低 消费指数比较低 那现在你看到李家超 都去了东方三国 去谈投资 泰国 解剖债 越南 我应该没有记错 陈茂波都说 跟MILO那边要谈点一些贸易 那你这个怎么看呢 就是你会窮国家 谈投资救香港 这个怎么理解呢 可以不可以呢 就是 大家不要误会 我是很喜欢泰国这个国家 就是在我以前 还没被香港政府扣起个护照之前 泰国是我整个很喜欢它的国家 那为什么呢 跟大家的原因都一样 平静正啊 阳光 海滩 是不是 一天可以去做SPA 多爽啊 接着进去吃饭 不用看价钱买的 喝饱吃醉 100元港币 下楼 这些地方 在哪里找呢 但是 我刚才说的东西也側面反映了 就是泰国整个社会 那个消费的能力 就是这么多 就是我们香港人会觉得 啊 价格物美的一个地方 那你现在 不是你去度假 我去的那些是叫度假 是不是 你现在是叫一个 原本 消费物价 价格物美的地方 过来你那里投资 那你觉得 行不行 别傻了 别人要投资 投资你在香港那里 那你香港有什么是比泰国好 比泰国的 便宜 想不想到 没有啊 零啊 zero 那你就是了 那我为什么不 我在泰国那里 我要做什么东西都好 就是 人家的零食很好吃的 我在那里开一个杯面厂 啊 泰国的杯面很出名啊 是不是 我要做一个东阴工杯面厂 我会不会在你香港那里投资 不会 是吧 我做事要搞上市 那我刚才也说了 香港的死场 那我去新加坡上市就可以了 我为什么要来香港那里上市 你很傻 那你香港 就是我不知道 李家超那些是真傻还是假梦 是不是 还是随便找些旅行去一下 那可能也是的 那我都知道 泰国 都好玩的 那当去一下旅行是爽的 是不是 那可能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你说 叫人家来投资 不要玩 你当然叫过 你去中东那里叫人过来投资 都还合理一点 起码是有钱 是不是 但是泰国 不会让你香港有钱 我想暂时去到现在这个地步 都是 那你叫人家过来投资 那你投资你什么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 是 泰国人觉得香港很好投资 那我不如在泰国那里建一间resort 做你香港人生意好了 好吧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你 说回那个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历史的垃圾市 那里有些数字都很厉害 不知道它叫很厉害就是很衰落 我看到好像有些数字 就是说 中国上半年有100年5家 食肆倒闭 就是有7000家知名的品牌 和大人商场 非常稠烈 包括上海的地标 就是这个数字 我想都是挺恐怖的 那如果就是好像巴士又说 或者现在大家这个潮语就是 你试着垃圾时间 就是你救都救不了了 你等死了 那你可以可不可以这么说 如果香港 不要说香港 中国大陆要等死 要倒下的 究竟是哪一部分呢 很难估计的 就是你是一个 就算我们现在去分析当年苏联倒台 其实你都会有很多个类有很多个不同的范畴 你才会令到他解释了 就是大家如果想找到 究竟哪一把锁匙是可以启动到枝爆的 哪一个锁匙是可以启动到枝爆的 我想你的问题是想问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我告诉你 就算你今天看回80年代的苏联 你都很难找到 完全是有一把锁匙 是可以开到的 但是 万变不离其中的 就是大家学中史都 都经常都见的 就是大家 那些朝代灭亡原因 不是天灾是人祸 不是幻观是外戚的 是不是 都是那些东西 那现代一点 其实少不免 我想一个经济危机 往往是一个独裁政权 很容易会出事 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呢 独裁政权 因为他不是民选的 就是他的正当性 基本上就是 唯一的正当性 就是源自于他的 贡献 或者是他的职效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放出以前的中国 因为我去过他们以前 没有正当性 是不是 共产党 八九屠城 更加没有正当性 但是 他说我们很有效率 为什么他不停强调 就是我们的东西很有效率 我们的清零政策 是怎么办的 为什么他要不停强调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独裁政权的唯一正当性 就是他的职效 今天一个经济危机 就是告诉你 你独裁政权 其实你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 那你连唯一的正当性都没有了 那看看最后就是 哪一个 发现得早些 是不是 军队发现得早些 就是军队倒戈 是不是 或者是 人能发现得早些 就是大规模的一种革命行为 是 往往历史就是这样的进程 你说 今天你会不会看到 我告诉你 很难找到 正在哪一个 范围 那里会出事 但是 往往经济问题出现 就是 一个 不出事的先兆 苏联也是这样的 苏联和美国冷战了这么久之后 其实他们内部很大的经济问题 那在这边 那时候 是 是不是离恒信 那时候 总统的智囊 还在 他们说 主要是要捉紧他们的水喉 是 那就可以搞到苏联解体 当时他们整个想法是真的这样的 那 所以 也都证明了 我真的 画都画少都是这样的原因 他们 最后 就 在80年代的时候 后劲不计 就 开始陷入了那些经济危机 当然 那时候 有石油的危机出现了 所以 你看一下 今天 这个中国的经济危机 我就说明了 中国的经济危机 是没得救的 是的 那是怎么爆的呢 那 会不会在这个经济危机 这一浪那里 就会搞到 中国的倒台 那大事 就是枝爆 那所谓 大家也不要这么高兴 是的 因为 如果你 官符 中国的历史 大家可能以前也读很多 通常一个大的朝代 结果呢 完了之后 例如 看朝灭亡 那样 那时候就发生了三国时代 接着就所谓的晋朝 接着就魏晋南北朝 是不是 都是一些军阀割据的时代 基本上每一个大的朝代 完了之后 其实都会有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 即是乱 是的 所以 我唯一能够 预测到 假设真的有个枝爆出现了的话 以后可能就不会有一个所谓 叫中国那样的概念 在世界那里出现了 就会分成为 不知道几个这样的部分 起码打一餐先 然后再看看后续怎么发展 应该是这样的 你还有没有补充? 嗯 今天都讲很多了 好了 多谢你啊 下次我下个星期 多谢了 拜拜